第一題權他問的是演化機制何者錯誤 題目要看清楚他問的是錯的 我們來看看 天者可決定生物演化的方向 對打狗狗 演化的方向是由天者決定的 比如說人類有高有矮 人類有遺傳變異 有的高有的矮 今天你家養的狗不知道得什麼病毒發飆了 他喜歡咬人的脖子 然後把你吃掉 就矮的個體 矮的人類脖子都被狗咬 你就死了 高個子的人 你脖子太高狗狗跳起來咬不到 所以人類就往高的方向演化 因為矮的都被你家的狗咬了 天者決定演化方向 人類往高的地方演化 可是反過來 今天天者不是狗狗狗狗 而是你家的天花瓣 高個子不知道為什麼比較笨 撞到天花瓣把自己撞死 就矮個子撞不到天花瓣活下來了 此時人類會越來越矮 因為高個子都撞到天花瓣死掉了 天者決定演化方向 所以A是對的 好B選項 如果生物體沒有變異 演化就不會發生 太對了怎麼說咧 我們來舉 呃模型 假設有種生物叫做A好了 他生小孩之後不是會有遺傳變異嗎 他生出甲生出乙生出丙生出丁 好的A生出甲乙丙丁 代表什麼 甲不等於A 乙不等於A 丙不等於A 丁不等於A 你跟你爸媽一樣嗎 不一樣吧 你是他們的綜合版 好現在天者來了 甲死了丁死了 丙死了 已死了 丁活下來了 此時我就會說 這個物種的天者壓力之下 使得A演化成丁 為什麼有這樣的演化 因為你必須要先出現遺傳變異 然後再出現天者 遺傳變異跟天者的作用之下 才有演化啊 什麼叫演化 生物隨時間發生改變 你A生物隨時間變成丁 隨時間發生改變啦 但如果今天你沒有遺傳變異 A生的小孩 全是A 沒有變化喔 好這時候呢天者來了 要嘛就全死 要嘛就全活 那他的演化路徑就是 A變成A 有變化嗎 沒有啊 演化的定義是 生物隨時間發生改變 你根本沒有改變 哪來的演化呢 所以演化兩個 其實遺傳變異是很重要的 因為遺傳變異要發生改變 演化才有改變這樣子的內容 然後天者在作用改變之後 遺傳變異之後 誰會活得下來 所以這題講得很好 如果沒有變異就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就不能叫演化 生物隨時間發生變化才叫演化 所以這題B是對的 沒有變異就沒有演化 B是對的啦 GoGo 好C選項 為了適應環境 生物體可調整變異的方向嗎 不可以 你不能說哇 種子好大喔 我嘴巴變大才能吃種子 這不是天者 這是用盡備退 所以C是拉馬克的說法 不是現在的演化論所說的 現在的演化論是說 你先有遺傳變異 然後適合的留下來 但生物體不能自己決定 變異的方向 或是演化的方向 不是你決定的 是天者決定的 所以C錯啦 打XX 好豬選項 適應環境的個體生存下來 這就是天者 對啊 天者就是把適應的留下來 不能適應的淘汰掉 留下來的就是適應的個體 所以這題豬是對的 天者就是把不適應的淘汰掉嘛 所以此題 就只有C是錯的 那就選C囉 好這樣這一題有沒有問題